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戳友大V开启热聊 看过我们之前百万机SUV横屏的朋友都知道 那里面这辆灰色的X5是我的 很多朋友说横屏里看的不过瘾 你再给我仔细聊聊你这辆X5 没问题 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看看它 好 先说一下我这车的基本信息 我这辆是19款的尊享型 也就是高配的车型 84.99万的车价 我是2019年的3月份进行的自定义的配置 5月份提的车 截止到今天一共跑了6000多公里 进行了哪五样的选装 分别是象牙白的座椅 这个是免费的 主动转向系统14600很贵 同时座椅通风9900也很贵 冬季套装9000 再加一个7400的电锡门 五样的选装配置 今天我就把这7个月6000公里的使用感受 分为优点跟不足 分享给您 优点1 你们一定认为寒露把加速能力搁的优点1 错 它的优点1是冬季套装太好用了 就是选装9000的那个产品 你压根想象不到一个选装 能成为一个车最大的优点 能爽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讲一下 一旦你选了冬季套装 点了最佳之后 座椅变暖 这就不用说了 它的扶手箱是暖的 同时门板是暖的 再加上会有放盘加热 第二排也会有加热 换句话说 你的主驾驶坐在这之后 你的手 屁股 腰 胳膊 你所有能碰到的地方 全是暖的 这个简直太爽了 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是需要的 冬天都很冷 对吧 你说你是四川人 你也需要啊 福建有的时候冬天也会很冷啊 上车之后 你这些地方是冷的 简直太难受了 所以这个真是最爽的一个配置 同时不仅仅你爽 你后排的媳妇孩子也很爽 所以这九千元 简直这些年我见过最值的一个选配 冬季套装 优点二才是刚才您所说的加速能力快 的确这个全新的B58发动机 让它这辆车百公里加速能力 可以推到5.2秒的成绩 真的是非常夸张 实力和尊严的象征 同时呢在听觉层面切到support模式之后 不管是它的排挤管子的物理音量增加 还是它的喇叭模拟出来的音量 总之我坐在这辆车里 能明显的感觉到很强的战斗气息 呜呜的声音 特别的爽 所以呢 这辆全新的X5 它在真实的加速能力 及体感听觉层面的体验 都是让我非常的满意 优点三就是我觉得这辆车特别好看 首先是侧面的车身比例 我觉得很协调 一个俯通的运动感 同时车头带有一个运动的霸气的感觉 高配默认的外形竖刹轮圈 也很和谐好看 后轮315的宽度 显得后部的力量也很足 总之我觉得这辆车比新一代的GLE 及卡燕都好看 优点四门好不好关 当你的车经常上老人 或者是新人的情况下 你就知道 这真的是非常影响体感的一个地方 X5的门 不管是中度的力度关 还是轻度的 还是很轻的力度关 你看刚才很轻啊 它都能直接的关上 真的是我见过最好关的一个车门了 所以呢 我之前出于经常关不上门的恐惧 所以我选了电锡门 结果在X5上根本就用不到 所以您再选的话 这7400就完全不用选了 优点五 后备箱特别大且工整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上盖 同时呢 这边带一个下盖 这个下盖我非常喜欢 第一个搬东西 可以做一个过渡平台 你还可以坐在这个平台上 同时呢 它收起来之后 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某些斜坡上停车的话 不至于一打开后备箱 吸了哗啦全滚进来 所以这个平台我非常喜欢 你能看到这个后备箱空间 特别的规整 且特别大 这个空间完全容纳下 里面的五个人超长途的旅行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很喜欢这个后备箱的空间 再追加一个优点 它的地板下 还有一个很大的储核 这里面可以把你的 很多的零零碎碎 包括有关这个车的工具之类的 都放在这里面 总之这个后备箱 我是特别的满意 插一个广告 前几天呢 我在这个位置 已经把我开了一万公里的 19款猛勤 进行了一个总结 大家打开老司机APP 搜一万公里总结 就能找到这期节目 聊的特别特别的细 步足第一条 人家说你寒露步足第一条 一定说这车后排空间小 又错了 这个车最大的一个步足 是座椅通风 并没有效果 是并没有效果 大家听清楚啊 虽然现在到了一些 小年轻款 已经标配了座椅通风 但是在我选这辆车的时候 座椅通风 得花9900块钱进行选装 我打开之后呢 就听见嗡嗡的工作声音 因为它座椅通风的风扇 是在肩部的 这后面的位置 所以它的工作噪音很大 但是效果却几乎没有 座椅一点都感觉不到 凉的感觉 就是无效 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认为是不是 我的个体问题 我又找了童童爸的那辆X5 体验了一下 也是没效果 我找了一辆七系体验了一下 也是没效果 所以宝马的低端车型不知道 它的中高端车型的座椅通风 我基本上都体验了完之后 都感觉是没有凉风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把这认为 是最大的一个补足 就是座椅通风 没效果 步足第二点 靠背比较直且不可调 很多人说在横屏过程中 不是发现它后排空间比较小吗 确实是 它这个腿部空间 基本上就是一拳 前面是我的坐姿 同样我的坐姿 在它的同级对手 Q8 GLE 包括卡燕的身上 能做到两拳到两拳半的 腿部空间 确实比它大了不少 但是这个坐姿的空间 对于我来说 比如说这是正常的坐姿 稍微躺着一点 对吧 哪怕这么着 撑着可能有的时候睡会觉 我觉得都还好 对于媳妇孩子来说 这个空间也是够用的 所以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它最大问题是 这个靠背比较直 我家我媳妇 这孩子都是这个感觉 且这个靠背的角度 是不可调的 所以这个后排 我认为 它的步足第二点 核心是靠背比较直 且不可调 步足第三点 激光大灯 怎么启用 大家看这个激光大灯 这个蓝色的装饰块 非常的好看 很精致 激发条件显示的 远光模式下 60公里以上 比较暗的环境 就可以激发激光大灯 非常亮 照得很远 但是我开了6000公里 我一次都没成功的 激发过激光大灯 所以到现在 我也求助一下大家 如何才能让我体验到激光大灯 这是我认为的一个步足 启动太难了 步足第四点 没有选空气悬架 我觉得这不能算步足 而是一个遗憾 当我配这辆车的时候 它的双轴很棒的空气悬架 跟越野套装是合在一起的 我认为我这辆车的定位 并不适合越野 所以我就不想选越野套装 很遗憾的 错过了选空气悬架的机会 但是结果没过一个月 皇马官方把空气悬架 单独撇出来了 2.45万就可以选空气悬架了 这让我觉得非常纠结 这个是 首批车主 不用照顾感受 那个系列跟流派的 结果很遗憾 没有选成空气悬架 很多朋友说 你怎么喷它 没有标配空气悬架 我觉得是这样 同价位标配空气悬架的 缆运GLE2020款的卡验 包括Q8 这些车整体来说 比它贵很多 所以它并没有标配 我觉得不是问题 好 优点跟部阻已经分析完了 在聊总结之前 我再插一段选配的部分 大家能看到 其中的三个选配 在优点跟部阻中 我也进行了点评 但是线牙白的座椅 跟主动转向 我并没有提及 线牙白的座椅 并没有那么容易脏 尤其你家 再有多辆车的话 就更不容易脏 所以放心的进行选配 主动转向系统 我的感觉是 它可以提供 低速更灵活 高速更沉稳的一个手感 但是如果不选配这一项 整体来说 这辆车的操控也不错 所以这14600的价格 可以省下来 把这个钱花在 真皮内饰这一项 对于车内的触感 跟视觉的豪华感 提升会非常的明显 这就是选配的部分 好 最后就是总结的部分 能看到 这辆X5确实是 同级最新的一款产品 并且一辆车 最核心的动力总成部分 它体现了非常强的性能 车价并不贵 选配非常丰富 并且选配的价格 也比较便宜 性价比很高 唯一的短板 就是后排空间比较小 其他方面 它都体现了 很强的均衡性能 所以我体验了几个月之后 依然觉得 这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产品 OK 这就是这次的老司机试车 我是寒露 最后再插一个小广告 想看寒露的最新动态 打开老司机APP 搜寒露 就能找到我的最新动态了 很有意思 喜欢记得分享哦